好了 刚才的视频的话 视频 但视频我现在没从命名呢 这个视频没有 目前还没从命名哈 注意哈 链表的尾部插入 OK 好咱们继续哈 咱们继续开上课哈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哈 就说这个地方哈 我们需要的就是定位这个位置 定位这个位置 那么定位这个位置呢 方法很多 方法很多 刚刚正在群里面发了一种方式 我快捷看了一遍 没怎么视频 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他加了很多 加了一些条件判断了的 OK 就是这个 他先判断Next不等于空 先判断Next 然后再判断 再比较 OK 我就 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也有效 咱们不说简单不简单的问题 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去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也就是说 我们能把这个位置 只向这儿能搞定 只要我能标记出这个位置 那么 这个位置中的 PBNext等于PI 是不是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我要想标记这个位置 怎么标记呢 这时候呢 我要借助另一个变量 借助另一个变量 借助另一个变量 就是说 我能 如果我能借助一个变量 如果能借助一个变量干嘛呢 假如PF 借助一个变量 PF 也就是说 让我的PF 永远跟着PB的上一个 我能让PF 不管你PB在哪 我的 不管PB在哪 PF永远跟着它的上一个 你不管PB移动到哪 我能保证PF 干嘛呢 只向它的上一个 只向它上个节点 就OK了 你PB假如移动到这来 假如说 假如说你PB移到这来 那我的PF 就跟着你P股后面 你不管走到哪 我PF就跟着你的后面 那这样 它的上一个节点 是不是就记住了 记住了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 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情况呢 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情况呢 如何才能达到 PF 指向 PB 就PF永远跟在 PB的屁股后面呢 很简单 就是说 在PB往下走之前 就说在PB 指到这之前 先把直付给PF保存 就说PB走之前 走下一个节点之前 把PB的当前位置 付给PF保存 你然后再走 然后再走 也就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地方 注意啊 这个地方 就多加一条语句 注意啊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PF也必须干嘛呢 指向Head 第一个节点位置 也必须指向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干嘛呢 这样去定 这样去定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方法永远比问题多 STU 新花PB 等于Head 当然了 PF呢 刚开始 也是等于Head 注意到这个地方 OK 好 那么这样定好了 过后呢 接下来呢 如何保证PF永远跟在PB的上一个呢 也就是这样的写 这样的写 就是PF PF等于PB 只要这样呢 只需要加个这就好 PF保存PB的 在PB走之前呢 在PB走之前 一定要注意 在PB走之前呢 PF保存一下PB的位置 PB再往下走 来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 PB的Lumber 假设这是6 PB的Lumber 小于 你看PB的Lumber 小于PI的Lumber 小于的 那么PB呢 准备往下 就是这个条件 能进去 进去过后呢 PB的值 付给PF 那么PB往下走一个 PB往下走一个 往下走一个 那走到这一个过后呢 走到这一个过后呢 接下来再看 那再看 PB的Lumber PB的Lumber是5 5呢 小于6 5小于6 5小于6 你看5小于6 那小于6进来 那么把PB的值 付给PF PB指向这个位置 付给PF 是PF就跟过来了 P点P点的跟过来了 PF就P点P点的跟过来了 跟过来了 那跟过来过后呢 执行下调语句 PB等于PBX 你看PB 是不是又往下走了呀 是不是又往下走了呀 对不对 假如说 这个地方还小 那么 假如说这个 这个值还小 那PB的值 付给PF 是PF又P点P点的跟过来了呢 又跟过来了 PB再往下走 你看到没有 始终记录了上个节点 始终记录了上个节点 这种方式就可以记录 那记录好了过后呢 记录好了过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 这时候 这个位置 记录好过后呢 我们要连接它呢 就非常简单了 只需要PF的Lex 等于PI PI的Lex 等于PB 就连上了 这就是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循环的时候呢 稍稍加一个变量 就OK 我说了 方法比问题多 方法比问题多 OK 就说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可以 大家写好的方法了 尽量发到群里面 大家去细细琢磨一下 细细琢磨一下 OK 好了 这只是 这是中间位置 所以说我们找到的差点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我们找到的 就说这就是寻找差点的 寻找差点的代码 那么寻找差点过后呢 差点寻找完了过后呢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OK 这是我们寻找差点的代码 也就最终 也就长成这样了 长成这样了 寻找差点的代码 那么接下来 如果找到差点过后呢 接下来B步骤 B步骤就是什么 判断差点的位置 判断差点的位置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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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点的位置情况 位置 情况 因为这只是寻找差点 因为这寻找差点 有可能在这个位置 有可能在中间位置 有可能在尾部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判断 它的差点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头部插入 中部插入和尾部插入 它代码呢 是不一样的 代码呢 是不一样的 大家留意一下 说判断 插入点的位置 那么如果是头部插入了 如果是头部之前插入了 应该怎么插呢 如果是头部之前呢 头部之前那就是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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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呢 头部 头部之前插入 头部之前 之前插入 头部之前插入是什么情况呢 我慢慢看一看啊 头部之前插入 就是说我这个数据呢 是多少 是1 我这个数据是1 我这个数据是1 P-1呢 现在也在头部 P-1呢 也在头部 也在头部 所以说 如果我这个P-1的数据 如果是1的话 P-1的数据是1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P-1的数据 如果P-1的数据是1 那就是头部之前插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条件来的时候 P-1的Lumber 它就干嘛呢 P-1的Lumber 是大于它 这个条件不满足 退出 P-1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像P-1在这个位置 这个头部之前插入 如果P-1还停留在 第一个节点 那么我们的P-1呢 就要放到头部之前 P-1呢 就要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插入 那么这个位置插入呢 说法就是P-1呢 保存Head Head呢 指向新的头 就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注意 但是我怎么知道 是头部之前呢 你看 如果P-1停留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谁呢 是Head 所以说头部之前的判断是什么 头部之前的判断 就是这个代码 P-1 等于Head 也就是说我们的P-1 找到插入 找到的插入点 发现插入点呢 插入点呢 结果呢 都没移动 都在Head的这个位置 那就说明P-1呢 要在头部之前插入 这就是头部插入的条件 头部插入的条件 头部插入条件 那么这个插入代码怎么写呢 插入代码怎么写呢 就是呢 很简单 P-1的Next P-1的Next 等于什么呢 P-B 或者等于Head 都可以 因为P-B和Head是相等的 然后呢 Head等于呢 P-I OK 比如说 第一步是P-I的Next 等于Head 就指向这个位置 然后Head 更新Head的头 Head指向这个位置 好 这就是头部之前插入 这是插入代码 就这样写的 OK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 给梁哥扣个2 有问题的扣个0 这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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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执行代码 执行代码 好 那么这是这种情况 这是这种情况 头部之前 OK 那么如果是中部呢 中部插入呢 中部插入是什么情况呢 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是什么呢 那么咱们说尾部插入吧 中 因为除了头部尾部 那剩下的就是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 那P B-什么呢 B-2 B-2是尾部插入 如果是尾部插入呢 尾部插入 尾部插入是什么情况呢 尾部插入 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尾部插入的话 那么PB肯定要停留在哪个位置 PB呢 要停留在这个位置 就停留在这个位置 注意啊 停留在这个位置 他说两个 那我 你这个位置不对啊 如果我是 我是8的话 也停留在这个位置 那8的话是什么呢 8的话 如果 你看到没有 如果是8的话 那么PB PB呢 大于 大于 是因为这个条件 因为这个条件 因为这个条件 满足的 这个条件 所以说注意 这儿慢一点 因为尾部插入 PB在这个位置 PB在这个位置 稍稍留意一下 PB在这个位置 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8 这8 它插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种情况 是插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要判断的话 判断的话 这个地方 要留意一下 因为尾部和中部 条件比较特殊 因为PB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8 其实PB也在这个位置 一个18呢 PB还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 说说8的情况是什么 8的情况的话 是PB的这个 要干嘛呢 比如说我是8的话 8的话 那说明PB的这个 要干嘛呢 要大于 也就是说 这个条件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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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 这个条件不满足 因为这个条件不满足 退出的 它只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头部之前 一个是中部 中部插入 头部之前 PB等于黑的 中部插入 就是这个条件 不满足退出的 说明我找到了一个 Lumber 是比它大的位置 注意 说说 这儿呢 我就看一下 这个地方 注意 说这个地方 中部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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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白了 找到插入位置 中部插入 不管是头部插入 还是中部插入 一定要注意 那么一定是这个条件 不满足 因为这个条件不满足 推出的 不满足 比如说这两个条件 一定要注意 这两个条件 必须是因为 PB的 Number 大于了 Pi的Number 就是说 我在这个链表里面 找到的一个数 是大于它的数了 大于了它的数 那么这种情况下 才是头部之前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 这两个条件 必须是什么情况下 退出呢 是因为这个条件 是这个条件 是 PB的 找到一个 PB的Number 大于了 Pi的Number 大于了Pi的Number 这就说明 我找到了一个有效位置 没有 在这里面 我已经找到一个 比如说9 比如说我这是8 你看是不是中部插入 那么8的话 PB的Number 是不是大于了 大于了什么 大于了Pi的Number 是Pi的Number 大于Pi的Number 这是我的8 是不是才插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插到这个位置 对吧 我的8才插到这个位置 PB还是在这个位置 还是在这个最后一个节点 如果我是18呢 如果我是16呢 那16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当PB指向这个位置的时候 看到没有 PB的什么呢 PB的Number 它是小的 小的呢 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那成立过后 我发现 我看后面 防止海越界 PB的Lex 不等于空 PBLex 现在是等于空的 等于空 那就说明了 我的PBNumber 比你小 同时呢 我已经是 尾阶点了 也就是说 我在尾阶点 都没找到 比你大的数 那么你 这是一个最大的数 那么你呢 应该插到这个尾部 也就是说 我发现 我的尾阶点 就是我发现 我的Lumber 比你小 小完过后呢 我发现 我的PB的Lex 等于空 说明我已经是尾阶点 我连我这个链表的 尾阶点的数据 都比你小 那说明 你应该放到尾部 所以说 这个条件 才不满足 才推出的 所以说 如果找到中间位置 或者头部之前插入 都必须是 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大于的时候 大于的时候 才有这两种情况发生 大于的时候 才有这两种情况发生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就是什么呢 否则的话 就是我们的尾部插入了 就说 我找了半天 找到尾阶点的时候 发现你还比我这个数 小 比如说 我16到9 还比你小 而且我PB是尾阶点的 我尾阶点都大不了你 那你就是尾阶点 你就是尾部插入了 尾部插入 所以说 中部插入 这些点 中部插入 你一定要注意 中部插入这个地方 给大家写一下 中部插入是什么 就是PF PF的 PF的Next 等于Pi 然后呢 Pi的Next 等于什么呢 等于 PB 这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 假设是中部 假设这是8的话 应该是 PF的Next 等于Pi Pi的Next 等于PB 这样就是插到这个位置 这中部 那么尾部呢 这样就是尾部插入 B-3 B-3 那么尾部插入呢 尾部 尾部插入 尾部插入 那尾部插入 尾部插入是什么条件呢 尾部插入的条件是什么 注意一下 这个条件比较复杂 尾部插入 就是说我到链表尾了 发现了 就是说 我的PB Number 这个PB的Number 干嘛呢 PB的Number 比我的Pi的Number 小 Pi的Number 什么呢 Pi的Number 同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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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什么呢 这是同时 同时呢 是什么呢 Pi PB的Next 等于空了 Pi的Next 同时它等于空了 你看到没有 就说 我 比如说我这是十六 十六 九 比我的这个小 同时呢 我的PB的Number 就等于空了 这就说明 我的尾节点的这个值了 尾节点的数据 都比你小 那说明你是真正的尾节点 所以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干嘛呢 干嘛呢 就可以尾部插入 其实尾部插入 发现没有 其实这个条件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面这个条件的反面 就是上面这个条件的反面 就是上面条件反面 你发现没有 这是小于 上面都是大于 这是大于 那这是小于 看到没有 小于情况 所以说尾部插入上 我们直接就是 上面这个条件的反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这个条件的反面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注意 这个地方 删除了 其实就是它的反面 就这个条件的反面 盖条件的反面 盖条件的反面 反面 说这是尾部插入了 说这就是一符语去判断 尾部插入就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就是PB的 PB的 Legs的 代表Pi 就行了 因为Pi的Legs 已经复为空了 说本来就是什么呢 如果是尾部插入 就这样 就这样 弄下去就行了 OK 该条件的反面 该条件的反面 尾部插入 比如说 如果大于 真正找到了一个数 PB的Number 就是我在链表里面 我在链表里面 找到一个数比较大 那就说明 我要么在这插入 要么在这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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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 才找到比它大的数 你看到没有 都是头部之前 中部 都是了 中部插入 这是中部插入 这是头部插入 说这就是 找到的一个PBNumber 比它大 如果没找到 那必然是尾部插入 我整个链表都变里完了 我都没找到一个数比较大 那说明你就是尾接点 所以说 该条件反面 其实就是尾部插入 看到没有 尾部插入 所以说这个条件 它有头部插入 和中部插入 那么头部插入 PB等于Head 除了PB等于Head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那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 在这个整个 大的条件下 是中部插入 是什么呢 是我们头部 和中部插入 头部呢 我们知道 PB等于Head 叫头部 那剩下的就是中部 那这个大的条件 反面呢 就是尾部 尾部 所以说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呢 练 有序插入 其实这个呢 大家先别管 大家先记住 这个插入代码就行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什么 这种逻辑性 这是逻辑图 我会干嘛呢 要用一副语句 一副语句 一副语句去干嘛呢 一副语句去表示的 一副语句去表示的 稍微注意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有序插入 那么这是代码 这代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 就看一下我们代码 该怎么去写 代码该怎么去写 那么首先呢 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 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看一下 我的笔记 笔记呢 这个图 第一步 第一步是寻找超点 A是寻找超点 所以A呢 寻找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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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寻找超点呢 我们说 stu 新画 pb 等于head 新画 pf 等于head OK 那寻找超点 就是wile wile 就是pb的number 如果我的number 比例小 比pi的number 什么 number小 同时呢 同时 我的pb的 pb的 next 不等空 就是还没越界 我的数据比例小 同时我们越界 同时我们越界 那这时候呢 干嘛呢 就是pf保存pb的位置 然后pb呢 还放心的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那这时候呢 那么这个条件退出 这个条件退出 注意哈 这个条 这个上面的表 是要条件要退出 要么就是这个条件 不成立退出 这个条件不成立退出 那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退出 就说明找到了 找到了位置了 就便利这个链表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比它大的数 如果啊 注意 注意 这个条件啊 如果这个条件啊 如果这个条件啊 你看pb的number 小于pi的number 这是pb的number啊 pb的number 那么这是要插入的 pi的number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 就这个小于的反面 就大于等于 说明就找到了一个 什么呢 找到一个插入点 就是 就是头部之前 和中部 如果这个 这个成立 这个成立 还有种情况是什么 这个成立 而它不成立 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哈 因为这个应付语区 就两个条件 如果它成立 它不成立 这个成立 这个成立是说明 我pb所有的链表的 所有的数据都比你小 我链表的所有的数据 都比你pi小 而且呢 这个条件不成立是什么 已经pb 已经到达末尾了 pblex等于空 pblex等于空 说明已经pb到达末尾 我到达末尾 都没找到比你大的数 那就说明 你这个应该在尾部插入 在尾部插入 所以说 也就是说 这个条件 是前部和中部插入 而这个条件不成立 是尾部插入 说很简单 就一辅 如果pb pb的 pb的number pb的number 如果它的大于等于 就像这个条件的反面 这个条件反面 是头部和中部 大于了pi的 什么的 number pi的number 那就说明了 是头部中部插入 头部 还有了 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 那么 因为这个wile退出条件 就两个 一个是这个条件 一个是这个条件 所以说它的else反面 就这个 意味着else反面 就是什么呢 else反面 就是什么呢 else反面 其实就是 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 这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个条件是小于的 小于的时候 那就只剩这个条件了 因为能执行 这个地方的代码 那就说明 这条语句 这个比较条件要退出 结果为假 那么这个为真 那么整个表辞结果 必须为假 那只能它为假 那么它为假 那说明就是 pb的legs等于空 pb的legs等于空 那就说明 我找链表找完了 我找到末尾了 都还没找到比底大的 比pi大的 那么pi就是尾部插入 说else是什么呢 就是尾部插入 尾部 插入 尾部插入 好了 那尾部插入过后呢 这找出来了 那头部中部怎么判断呢 在里面再加一层判断 再加一层判断 pb 注意 pb如果等于了什么呢 如果等于了head 那这就头部插入 头部插入 那么剩下的就是 els 就是尾 中部插入 你看到没有 你看 总共这个条件 就两种情况 头部和中部 那么头部我找到了 那就头部插入 头部之前插入 之前插入 那么接下来就剩下的是什么 总部插入 总共插入的地方就三个 插入 中部插入 中部插入 看到没有 那头部插入 我们看我们头部插入 画的是个代表 头部插入 说白了就pi的next等于head head等于pi 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干嘛写下 就是pi的next等于head 就说指向旧的头 更新新的头 等于pi 然后呢 returnhead 中部插入呢 中部插入就是 pf的next等于pi pi 然后呢pi的next等于pb 这中部 好 returnhead 主要这三个插入 只会发生一种情况 只会发生一种情况 好 那接下来尾部插入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pi的 pb的 pb的next等于pi 它在尾部 就够了 returnhead 最后一个 returnhead就行 看到没有 这就是了 我们刚才画图 这就是什么 尾部插入 中部插入 头部是先锁 其实这个有序插入 难点在哪 难点在哪 难点就是在这个条件的判断上面 难点就在这个条件判断 如果找到这个条件判断过 就发现没有 这是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位置了 其实难点就是位置 插入点的判断 插入点的位置判断过后了 其实代码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就插入具体代码 像这几个代码 相对是简单的 关键上 就是这个插入点的判断 这寻找插入点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插入点的判断 B选项 B选项 插入点的判断 插入点的判断 这个是相对稍微复杂一点的 当然方法有很多 如果大家和我的不一样的 像正函的不一样的话 大家可以干嘛呢 一定要注意 去分享出来 链表的方式太多了 分享出来 OK我们去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那么验证一下 它看它是不是有序插入的 我们insert 现在先干嘛呢 print 去辨理一下 那链表不存在 那么insert插入 那么插入数既然是有序 我们就输的时候 就输乱去 103 Lucy 99 然后再insert insert 比如说 这个insert 我们再输一个 104 104 bobo 然后88 再输一个什么呢 再输一个insert 插入一个 101 tom tom 77 再insert 再插入一个 103 103 呵呵 66 这时候我们辨认一下 它是不是有序的 printf 你看 101 102 103 104 看到没 104 这就是什么呢 它是有序的 是有序的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去测试 一定要去写完过后 一定要去测试 它呢 它这儿就是有序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代码 就是代码 这个地方 ok 这三个 这三个插入点的位置 这三个插入点的位置 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问两个 核心插入代码在哪呢 插入代码可能就在这个位置 核心插入代码 都画不全 会不会画不全 我就稍稍放小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稍稍放小一点点 核心代码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寻找差点 那么这是判断差点的位置 OK 有不明白的地方 问一下两个 明白的给我扣个3 不明白的给我扣个0 明白的扣个3 不明白的扣个0 现在呢 就是咱们有三种方法 插入的三种方法 其实用哪一种就看你 其实用哪一种都看你 两个 我按头部之前插入 可以的 按头部之前插完了过后了 或者按尾部插完过了 我对念表排个序 它还不是一样的有序的 对吧 我也会给大家讲 念表的排序 念表的排序 如果我不管 按哪种方法去排 按哪种方法去插入 插入完过后 我对念表排个序 它还不是有序的 像这个呢 只是插入的同时了 它就变成有序的了 说说 到底用哪一种呢 就看你的需求 两个只是把这三种情况呢 都告诉你 都告诉你 但是真的使用中 选哪一个 还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那么既然是学习的话 那么 咱们既然是学习 明天又是周六了 对吧 那么复习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什么呢 念表这一块 是好好复习一下 念表这一块 好复习一下 指针的那儿呢 也好好地复习一下 那么说实话 在念表这个地方 大家复习的时候 就是不停地写 也不是说非要在周六 把它复习好 也就是说 我们的试源项目 用到一下念表 用到一下念表 对吧 其他地方呢 我们很少用到念表 甚至到后期的项目 我们都用数据库了 用数据库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念表的话 有的笔试题里面 会让你直接一句话 请制定一个念表 完成增三改成 所以念表这个代码 还是要看的 念表还是看的 因为考试源嘛 因为要考的是你的功底 考的是你的功底 那么什么功底 C元功底 或C加的功底 那就意味着 你必须对常用的 要做一些了解 常用的 要做一些了解 医疗主义 OK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这是插入 插入 也就是说 说什么白了 这是难度系数比较大的 难度系数比较大的 好 正函的那个代码呢 正函呢 你把你的代码分享到区里面 大家可以参考 它的方法我感觉挺好的 我看一下也挺好的 OK 这是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念表的插入了 到目前呢 就结束了 头部之前插入 尾部插入 游戏插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支点了 下一个支点 这是点什么呢 支点2 支点2 这是什么呢 念表的插入 念表的变力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帮助文档 我们看一下我们帮助文档 运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 念表的 这个打印信息 我们解决了 念表的插入解决了 念表的变力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念表的查询 念表的查询 念表的查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念表的查询 该怎么去做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是 念表的什么呢 查询 念表的查询 念表的查询 查询 某个节点 那么念表查询呢 一定要注意 念表的查询 也存在一个问题 你要查询某个节点 你是按照什么查询 系列 学号 分数 你是按照什么查询 所以说查询了 查询某个节点 还是要有依据 前面我们 有序 有序插入 是按什么呢 是按我们的这个 是按我们的这个学号 为了给大家呢 给大家 知识面 拓宽 宽一点呢 我接下来的查询呢 就不按学号了 学号大家会比了 就大小于比较 所以说我节点的查询呢 就按什么呢 按细名 按什么呢 细名 按细名查找 对吧 那么大家 学习学习 朱翠儿该如何去比较 复习一下 朱翠儿该如何比较 注意这个地方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查找 查找的话 我放大一下 查找 那么查找的话 我们查找的话 我们代码查找在哪 在主函数里面 查找是哪呢 这是打印 这是插入 写完了 这儿去 是查找 那么查找呢 这个地方 我就这儿写了 查找就打印句话 请输入 你要查找的用户名 请输入 要查找的 要查找的用户名 用户名 我们按细名查找 那用户名的话 我就要定一个什么 嫩 我就要定一个嫩 比如说大一点 别太小了 如果 比如说有的名字叫 扎西德里 扎西德里 对吧 那么这个名字就特别的长 对不对 像这个名字特别长了 有可能32个就不够了 所以尽量存放大一点 存放大一点 64吧 OK 好了 那么这时候请述 你要查询的用户名 那么这时候查询的用户名 就是ScanF ScanF 咱们假如说 名字都没有空格的 因为S遇到空格会结束 咱们首先规定 我们有空格 不要想要名字有空格 那你就用AppGate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S 那获取了 因为Nam是宿主名 已经代表所元素地址 那么这就得到了 这就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我们的这个 用户名 那么得到用户名过来 就要去查找 那么查找怎么去查找 查找呢 比如说 SERSearchLink SERSearchLink 哦 看到啊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加续 谢谢加续 哦 只见了 谢谢只见 加续 谢谢他干嘛 他还怪我假动作 又来说两个了 这个呢 不是假动作 这是真的假动作 OK我们来看一下 SearchLink 那么这就是查找 从哪个链表中查找呢 从这head中查找 从head中查找 查找谁呢 查找learn 查找learn 就是说我从这个链表中 查找这个名字 那么找没找到 怎么知道呢 找没找到呢 我就通过返回值 通过返回值 说这个地方呢 我要定一个返回值 定一个返回值 stu 定一个返回值 stu 因为找不找到 通过返回值 如果空就没找到 如果是不等于空 那就找到了 说说IT 好 IT接他的什么返回值 那么接到返回值呢 我要注意一下 判断一下 如果IT等于空 等于空 那就直接干嘛 就是IT不等于空的时候呢 IT不等于空是什么呢 不等于空就是什么呢 就是找到了 这就是找到了 找到了 那么找到了过后呢 等于空就没找到吧 找到了过后呢 就打印什么呢 打印 打印什么 打印找到 number 学号 等于d 然后呢 姓名等于s 然后呢 分数 score 分数 等于f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取出来 IT中的number IT中的num 然后呢 IT IT中的score 好 这儿呢 太长了 换个号 好 换号 OK 那么这找到了 再编定 没找到你去编定 是吧 所以说 这就是这个 但是呢 换说回来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 我们并没有去实现 你看 先通过这个罗 假如说这个函数实现了 怎么写代码 咱们不管它 假如说这个函数 别人提供给你了 那么就是 从哪个链表中去找 找到结果了 通过Rate去结 如果等于空 表示没找到 如果不等于空 表示找到 找到的时候 我才敢访问里面的数据 如果它访问空 空 从空中取number 那就直接干嘛呢 断筹误啊 所以说一定是 找到了 才去答应 但这个呢 没问题了 咱们一会儿去实现search 这个没问题的 这个没问题的 给两个扩个 扩个3 扩个3 有问题的扩个0 好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去干嘛 去实现这个函数 实现这个函数 那么实现这个函数 在link.c里面 link.c里面 找到最后就行了 找到最后就行了 那么去实现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注意它的返回值是 RIT RIT是STU新花类型 说这个 那么链表头呢 也是什么呢 STU新花类型 然后这个RIT呢 是CHAR新花类型 CHAR新花类型 我说过 它本身是CHAR数组 CHAR数组 作为函数的参数 会被优化成指针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说是CHAR新花类型 那么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search 那这个search 写好过后 search link 查询找 写好过后 一定要在投文件里干嘛呢 去声明一把 声明 声明 有条注意 声明一下 因为其他点是要用 声明一下 伙伴们 伙伴们注意了 接下来看这 接下来我要抽个问题 当你去写一个 链表的插入的时候 查询 查询 就是说在链表中 查询一个内容 这对链表操作呢 是读还是写 我要抽人问 我抽人问 大家先别发 我要抽人问 请问 我从一个链表中 查询有没有 嫩 请问这是个读操作 还是个写操作 对链表来说 王玉君 玉君 玉君 先扣一 再回答 先扣一 再回答 OK 它是一个读操作 还是写操作 从链表中 查询 读 非常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算了吧 我就另外抽人了 我就另外抽了 不连续问你了 咱们人熟 不连续问你了 我问下一个问题 注意 我接下来问 下一个 我抽谁了 抽谁来回答了 孙宇 孙宇 你准备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一个链表中 去查询 嫩 有没有嫩 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要想查询 这个head 指向链表中 有没有嫩 你觉得 在这个函数中 我们的第一步 你觉得我们要写 什么样的代码 或者说 什么功能的代码 第一步 我说的是第一步 你要判断一个链表中 有没有论 孙宇 来 告诉梁哥 那么你的第一步 是 做啥 第一步做啥 第一步 那么查找了 肯定是第二步 查找 直接告诉你 查找是第二步 查找之前 要有第一步 查找之前要有第一步 欲君的这个问题 就要稍微简单一点 那么 孙宇 孙宇的这个问题 可能是稍难一点 就第一步 你觉得 咱们就说 你觉得 你觉得 就说你觉得 不论对错 就是你觉得 假如说 你现在 我现在梁哥 让你去写的时候 判断head 是否唯空 非常好 非常好 太给力了 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对 我们去从一个链表中 查询有没有论 其实我们要做的 第一步是什么 做的第一步 就是这个链表存不存在 这个链表如果唯空 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的话 你去判断它干 你去查找它干嘛 还有查找的必要吗 是没有查找的 必要的 没有查找的 必要的 这个地方 一定一定要 要记得 一定一定要干嘛 要记得 要记得 注意 就说我们首先 要做的是什么 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判断 判断什么 判断我们的这个链表 是否存在 查询也好 删除也好 释放也好 第一件事情 你发现没有 除了插入 其他任何情况 第一步都是干嘛 判断链表是否存在 判断链表 是否存在 是否存在 也就是判断了 head是否等于空 换句话说 如果链表都等于空了 它都是什么 你发现没有 便利链表 也是要判断是否为空 除了查询 查询在后面代码 也要判断是否为空 但是查询的第一件事情 是先增进空间 再复制再判断 所以说我们其他 除了查询呢 其他动作呢 都是先判断链表 是否为空 如果链表为空 那么就是说明了 链表不存在 既然不存在的话 那就直接返回一个空就完了呗 你链表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就返回一个空吧 失败了嘛 链表不存在 我找失败了 我说了 空为失败 空为失败 这个返回值呢 返回值是什么呢 空就是没找到 所以这个地方呢 A要死 那A要死是什么 就是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 这就是链表存在 然后这儿呢 就是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 这是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 链表存在 那咱们怎么去弄呢 链表存在 咱们呢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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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有点多了 这个截图了没 别到时候 好不容易 辛辛苦苦画的图 就没了 OK 那链表存在 我给大家画个图 链表存在的话 所以 OK 对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个链表 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 这个地方 链表存不存在 假设 这个链表存在的 几个都无所谓 几个节奏都无所谓 那么链表存在 说白就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 对于链表来说 我们必须要 逐个节奏去查找 逐个节奏去查找 那么查找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查找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要 通过姓名去查找 通过姓名 那它就不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的数字了 不是数字 那姓名呢 两个呢 也不去写诸刺了 也不去写诸刺 也就是说 去查找 说白就是 逐个元素查找 逐个元素查找 就逐个元素查找 就是 这个地方 逐个元素查找 逐个节奏查找 严格要 列表逐个节奏查找 逐个 逐个节奏查找 就逐个节奏查找 那怎么查找呢 就是首先 我们STU 新花 PB 牺牲一下PB 让它做一个跑腿的 然后呢 while 那while呢 怎么去写呢 就是 思春 compare 思春 compare 这要注写比较吗 注写比较 和谁比呢 就是说 PB 把PB中的论 和我们的什么比呢 和我们传过来的论 比较 如果它们相等于0 那就找到了 找到了 但找到的时候呢 一定要保证什么呢 一定要保证什么呢 同时是什么呢 PB别月界 PB别月界 PB的那个 干嘛呢 不等于空 这是找到 这是找到 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 这是不是就找到 PB等于0 是不是找到了 但是现在这儿 不能这么写 因为这个循环条件 是什么 是循环条件 让PB干嘛呢 PB走向下一个 如果这儿不相等 那PB找下一个 这寻找 寻找 PB不相 不等相等 不相等 这儿不相等 不等于0嘛 不等于0就成立嘛 不等于0 说明不相等 不相等找下一个 找下一个 找下一个 直到找到 PB的那个等于空了 那PB不等于0 还是没找到 这个地方没找到 结果PB的那个等于空了 已经到末尾了 末尾了 说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干嘛呢 PB走向下一个 PB走向下一个 PB干嘛呢 PB等于PB的next 这要逐个去查找 只有他们不相等的时候 PB再往下移 都相等了 还移啥 直接返回这个地址就行了 如果PB的number 和我们的ne相等了 这是我们ne 这是我们ne 输入的ne 如果相等了 一定要注意 如果PB的ne 和这个ne相等了 那还有必要往下走吧 就没有必要 说这个往下走的条件 是PB的ne 和他的ne不相等 而末尾的判断相等 而末尾的判断相不相等 是干嘛呢 必须用时称compare 时称compare 所以说这个条件退出 这个条件退出 要么是这个条件退出 要么就是这个条件退出 很简单 要么他不成立退出 要么是他不成立退出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判断一下 找到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if if什么呢 if时称compare 什么呢 时称compare PB中的ne 和我们的ne相等了 这就是找到了 这就找到了 这找到了 找到了过后了 干嘛呢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Vitam PB 你找到PB就是VitamPB 好了 else就是没找到 链表存在 也有可能没找到 比如说我链表存在 但是没有 没有 没有Lucy 是不是 说没有找到 链表是存在 但是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那只能是这种 他这 就这不相等 这不相等 这不相等 这呢 他还是不等于0的 这不相等的 但是他这等于空 所以说else 直接没找到 这没找到 这个地方呢 没找到的话 干嘛呢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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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就行了 Return空 这就是没找到 因为找到的时候 绝对这个条件是等于0的 等于0 因为时称compare比较成功 是找到 等于0是做明 这个ne 和这个ne 是相等的 这就找到了 否则呢 就是没找到 没找到 找到最后了 都没找到 OK 那么这就是呢 足个元素查找 足个元素查找 伙伴们 足个元素查找 那么这个地方 查找这个地方 没问题的 给两个 扣一个4 有问题的 扣过0 一定要注意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图啊 把这个图干嘛呢 把这个图 把它截过去啊 截过去 我们叫实现啊 按照这个图呢 叫实现它的代码啊 实现它的代码 那实现代码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链表存在 链表存在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定一个 stu 新花pb 让它指向head啊 这样存在 那么接下来就是干嘛呢 足个 足个节点 足个节点 就将足个节点中的 足个 将节点中的 论 和 和什么 和节点中的论 和我们的论 比较 如果 互相等 如果不相等 不相等 那么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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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pb next 直向下一个 直向下一个 pb等于pb next 好了 这个怎么写呢 就 就什么 p 就实称compare 有点 注意实称compare 别写成实称copy了 很多人写成实称copy 两哥怎么 怎么不对啊 这个怎么查不到呢 注意 论 如果它 不等于0 这是没找到 同时 同时 同时什么呢 pb的next next next 干嘛呢 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说明 磨越界 磨越界呢 然后pb只向下一个 pb的next 只向下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判断 就判断 找没找到 判断 是否找到 是否找到 就是eve 找到 就只有这种情况找到 它们相等的时候 才是找到的 这个就是 等于0 那说明找到了 这是找到 因为两个比较相等 找到 找到 那么找到的话 那就干嘛呢 找到的话 就干嘛 就不用 它只有一句话 就retard retard pb 那没找到呢 else retard 什么呢 空 没找到 就是空 这就是什么呢 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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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 加一个什么 retard 空就行了 放心 一般执行不到它 因为这个语句 从这儿进来 就返回空了 就结束了 那从这儿进来呢 从这个地方进来呢 要么就返回pb 要么就返回空 说这个地方执行不到 就写个空就行了 写个空就行了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就查找好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啊 我们去编运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啊 有没有错误 哎呀 有错误 sorry 尴尬了 时寸compare 时寸compare 不识别 时寸compare 那说明 这个link.c里面呢 就是需要一个周寸 比较函数啊 周寸比较函数 现在不识别了 它今天又 又找到不识别 时寸 时寸.h 这是什么呢 用到了 时寸compare 时寸compare 还有一个 可能是open 不能打开 没错了 刚才有个代码在运行 有个代码在运行 把它关掉了 OK 那接下来再运行一下 接下来呢 我现在就去查找 search 那这种查找呢 因为我链表都没存在 我就是查找lucy 这是爆爆错 链表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 你看到没有 现在去查找 链表不存在 那现在我去插入一个数据 插入 比如插入一个 100 lucy 等于88 再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什么呢 101 拨拨 等于99 这时候我再去查找 再去查找的时候 再去查找 就查一个tom 这个tom是没有的 没有 但是这个不太人性化 你说tom没有就没有 你告诉我一声 没有找到数据 没有找到 链表不存在 链表不存在 数据没找到的 数据没找到应该告诉我一声 比如说现在插入一个lucy lucy 怎么lucy lucy不是指令 比如说我去查找 se 啊错了错了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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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好 私 不太好 不太好 说这个地方呢 我要把这个阻函数 在这稍稍调整一下 然后这是不等于 否则 else 等于是什么 else 就是没找到 没找到 这个地方呢就打印下什么呢 Plant F Data Load Fund 数据没找到 没有找到什么呢 百分之S 百分之S的相关节点信息 的相关节点信息 相关节点信息 百分之S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Nun 这样呢去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QIT 推出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SERCH search 查找 查找什么 Lucy 现在没有 链表没找 不存在 没有找到Lucy的相关节点信息 这时候再插入一个信息 Insert 去插入一下 插入100 老了 Lucy 99 Insert 再插入101 Pobo 88 再去SERCH 查找 查找谁呢 我查找一个TAM 没有这个人 我找到 没有找到Pobo的相关信息 SERCH 那这样就会好看一点 查一个Lucy 这时候撬回这 是不是找到Lucy的相关信息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查找 这是我们的查找 一定要注意 查找 查找你看 比我们插入 是不是相对简单一点 不存在 如果 列表等于空 F 就是查找 查找在哪儿 查找 查找 如果列表不存在 就返回列表不存在 如果列表存在 那我就逐个节点比较 不存在什么前中后 这些东西 逐个节点比较就行 只要保证 列表 到达列表尾部不约界 就OK了 这时候干嘛呢 如果找到了 就相等于返回它 微早地返回空就行了 OK 那这就是链表的查找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 其实 整个链表蓝的蓝呢 其实就是有序插入 链表就有序插入 稍微注意一下 OK 其实就是有序插入 这是链表的这个 这个查询某个节点 这是链表的查询某个节点 OK 好了 那么还有四分钟 咱们就下课了 我先把这个笔记 因为现在笔记不能同步了 是不是不能查看了 不能查看了 伙伴们 我看一下 应该是不能查看了 分享 查看分享 暂时无法查看 该分享 还是查看不了 那么也就是说了 我只能把它 先给他分享一个 分享一个 那我这个分享 能不能看到了 分享单个 能不能看到呢 我试一下 分享单个 请查看和评论 查看 这个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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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你就要保存 保存文件笔记 保存了本地就行了 保存本地 是不是应该可以打开 伙伴们 是不是 OK 我先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这个链接发给你 说这个 复制链接 在我们的区里面 然后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本地 没有有到云笔记的 那么两个呢 再给你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 导出什么 导成pdf 导成pdf 导成pdf了 这时候呢 再给大家 发到群里面 伙伴们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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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三分钟 就是这三分钟 咱们马上就要下课了 马上下课了 谢谢大家 我下课了 我们下课了 我们下课了 下课了